好 接下来看到花莲是一名男子酒后骑车上路 在行津中山路与建华路口的时候 因为闯红灯被袁景拦下 那么他解释说要赶着去接老婆 可是身上却散发浓浓的酒味 袁景要求酒侧 没想到这名男子是突然情绪失控 又哭又骂甚至动手掐袁景 所幸袁景立刻拿出辣椒水成功制服 全案一公共危险罪 以及妨害公务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伸出手攻击袁景脖子 下一秒把袁景狠狠推倒 男子起眼相当嚣张 当众呛瞎 眼看男子就快要失控 袁景也展开反制 我的眼睛啊 好 我等一下就 小绑队 拿出辣椒水朝男子喷喷喷喷 男子当场倒地 不断用双手捂住眼睛 等待袁景安抚后才慢慢恢复理智 11号下午5点多 袁景在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华路交叉口 发现一辆机车有闯红灯的情形 立刻上前拦叉 闻到男子身上的酒味 对方坦诚的确有喝酒 警方便要他酒侧 没想到男子理智线瞬间断裂 开始失控 于过程中 该名男子假借要找老婆 在老婆的名义要离开现场 并齐齐激动的标骂三字经 当时所受的伤势 在这里 警部 找对方一手划伤 脖子上明显的两条红色伤痕 幸好送医后没有大碍 而这名男子就撤职为0.27 依涉犯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移送法办 记得蔡一杰 许丽琴华联采访博斗